金居學系學生演出旅步與貂蟬 展現優美身段與華麗唱腔 歌仔戲學系學生帶來甘國寶過台灣 用四句連演唱呈現閩南語之美 2023胡光山色藝術季邀請國寶級藝師王晶英老師 小咪老師以及曹富永老師參與傳承獻意 為藝術季增添益彩 這齣戲的推出是因為在民國51年 私立福音聚校時候到國際到美國走上舞台的第一齣戲 這齣戲在推出有它的傳承意義 我花了很多時間利用暑假給學生拍戲 練他們的靠功 練他們的唱 所以希望大家走進劇場給他們鼓勵 因為他們的確是把這齣戲做了一個很完整的呈現 甘國寶這齣戲是一個很好的劇本 從古早來台市來流添到現在已經有幾百年了 但是很多人做不然有這個 整本都是四句連的這個劇本 所以整理到這裡的環境 所以我給他們的新端也用得很興奮 所以保證好看 胡光山色藝術季由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六戲兩團 帶來涵蓋傳統新編跨領域的其大主題 共13場演出呈現台灣傳統戲曲文化的多元風貌 也希望學生能夠展現所學 並且得到國寶藝術的真傳 讓傳統戲曲得以延續 怎麼跟新端 怎麼跟情緒 怎麼跟自己跟好爭 這很重要的 所以說這也是我跟金英老師 還有小米老師在學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也很配合他們的精神 王金英老師跟小米老師 他們的唱片跟伯母都比較不一樣 都以特別的生活 所以我就覺得這也是有惡到的東西 找更好的方式去解決它 譬如說動作 每個角度你就要去找 然後人物的情感 你要先了解人物 再去捉摸它 要怎麼做表演這樣 中間的適應期花了蠻多的時間 可是很高興這次可以有機會 參演這次的藝術季 就是讓我在學習的過程中 比較順遂一點 不然在前面學習的時候 其實是算蠻辛苦的 我們學校是台灣唯一的戲曲學校 所以我們很強調的傳承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幾位國寶 還有曹老師這些國寶集的幫我們做傳承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保存 然後這個傳承的情況之下 能夠持續請他們繼續幫忙 然後幫我們做整個戲曲的傳承 2023胡光三色藝術季 從10月14號持續到12月3號 票券皆在演出前一個月開放網路免費索取 喜愛傳統戲曲的觀眾可千萬不能錯過 記者李奇惠台北報導